首先 我们这个机是爱不爱的电 这个接一个零线 接一个火线嘛 爱不爱 接好以后 这样子就打开 打开以后 它会出现切水爆解 切水爆解的话就从这里加水啊 加水 加到这个正常水位 一边加 它会一边焯水 焯到做 做上面来的 焯到满以后 加到它够水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停止 然后这个有两个目录 意思是有个定值 有个程式 这个操作硕定呢 就选择这个中英文的啊 下一页没啥了 然后这个一页呢 其实等于是一页时间 什么时候 开 什么时候关 这里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首先说定值吧 定值的话 一般 这里也够用了啊 任务 比如第一顿要做什么 要冷凝 要浮照就写浮照 然后做多少个小时 两个小时 是不是 然后 这里第二顿要冷凝就冷凝 做多少个小时 然后淋雨是淋雨 做多久 无 无的话就点一下 你要的话就点红色 按键做多少 行方倒是 然后返回 返回在这里 冷泥 点一下 在这边说 里面做的是冷泥 在这里说 冷泥温度啊 是黑板 就是浮照的意思 在这里说 浮照 黑板温度 跟说这个浮照强度 说好要运行 运行 他这个前灯 后灯亮 他现在第一顿是浮照嘛 所以他就先做完浮照 再做到冷泥 再做淋雨 这样子做 这个挑顿的话 你看 就是挑到下一顿去了 挑到冷泥去了 这个就是硬直的啊 然后我们再停止 停止要目录 我要做程式 程式的话 就这样子 开始 然后编辑 编辑 比如我要做浮照先 第一个浮照 第二个也是浮照啊 然后时间第一段是0.01 然后黑板温度是多少 比如我要50 浮照程度要多少 0.86 然后前灯开 后灯开 这个浮照 这个浮照 我要做多少个小时 我要8个小时 然后也是50 两个微段啊 0.86 这样子 然后打开 然后打开 打开 然后第二个我要做冷泥 把这个淋雨干掉 确定 第三个也是做冷泥 确定啊 然后时间是0.01 确定 确定 这个要多少度呢 比如我要60度 就选60 然后这个也是 要做多少个小时 比如要做3个小时 选3 然后再60 两个微段 然后这个不打开 然后往下翻 我要做淋雨的话 在这里 点淋雨 再这个 再点淋雨 淋雨是没温度的啊 然后时间也是0.01 这里我要做到分钟呢 我要做15分钟 0.15 然后打开 打开 循环的好事 这个淋就不用管啊 待机 冷泥温度 凉度 这里 没有 这个不用管 打开就行了 然后 这个就已经锁好了 这个就成事啊 返回 运行就行了 这个就是做种朱末片的操作 方法